多名二煞闖入KTV內 黑衣人瘋狂摔椅子 還把大量樂譜扔在舞池中央 接著一腳把歌詞架踹倒 再奮而把所有器材砸得亂七八糟 架子和紙張散落滿地 囂張流氓就在裡頭大聲叫囂 就連樓下的養生會館也遭殃 只見流氓就往裡面衝 還在樓梯間爆發拉扯 只是為了什麼樣的糾紛 發生這樣的衝突 我們這個小生意 根本就沒有 沒有賺點 只是提供員工工作的機會而已 所以他勞索兩萬 每個月要繳兩萬塊 然後他總共勞索 黃東勞索一個五十萬 原來是絞頭惡意敲詐店家 收取房租七萬元 還要收保護費兩萬 更誇張的是還有三成的分紅 若店家不從就持棍棒砸店 讓被害人不堪其擾 報警處理 可是因為我被他們搞到兩次送風 甚至於癱瘓了 然後我爹不得已才賣給人家 警方深入了解發現這名地方 腳頭一屋二租的方式暴利取財 早上先租給王姓業者 晚上又再租給陸姓業者 收取兩份租金賺取暴利 因為別人針對他要保護費跟擦肝股的部分 不是很願意去支付 所以他在上面有發生一些口角 五十三年次滿姓主嫌綽號木瓜有殺案 未遂和傷害多項前科 這回當起二房東恐嚇取財 受害店家高達六間 就連警方都難以估計 究竟獲利多少 只是店家租店面想賺點腳尖 卻遇上惡霸 二房東嚇得不敢再營業 記者張俊惠王千玲新北市報導